当事情爆发了之后 能够赶快检验 赶快获得一个检验证明 当然是好事 不过我们更希望的是 根本就不要有事情爆发 食品都能够很安全 大家吃的不担心 所以今天他们业者也特别强调 除了GMP标章之外 希望包括经济部也希望 MIT的微笑标章也一起来加注 也就是说有一个双重保证 这样子真的比较好吗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现在据我所知 他们就是GMP的标章之外 如果你有得到GMP标章 他也顺便给你MIT的保证 这样的双重保证 让民众可以更有 就是说因为他装MIT的标章 可能就是有一个笑脸这样子 然后民众会说 有这个双重保证的话 他买那个东西他会更加放心 他好像是你只要有GMP的认证的时候 你去申请的话 他就会给你MIT的标章这样子 其实GMP的话 会比较侧重在食品内容 安全 卫生 各方面的保障 那么现在再加上一个MIT 似乎也有一点意思 就是这个自由的品牌 包括你的包装 你的很多的创意的行销等等 都能够更有不一样的东西 对 像这次那个淀粉事件 其实台湾很多珍珠粉源外销到国外 那其实很多像马来西亚或者是欧洲 他们就是我们很多业者进口 出口这些原料到国外 那他们现在其实就觉得说 大家听到台湾有这个事件之后 他们国外的这些 就是买我们台湾这些原料的厂商 他们会觉得说 你们台湾的东西是不是很恐怖不能吃 所以我觉得可能政府 他在MIT微笑表彰的话 也是想要打破这个状况 就是说让台湾的食品 要推销到国外的时候 比较不会获得 没有这样子的阻力 如果业者他愿意自己好好的投资 把这个部分的把关全部都做好的话 我们看到双重的保证下去 那我们当然就会比较有那个意愿 比较敢去购买 比较敢来吃进肚子里面